我想这个有鲜奶要拿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上下个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时候我大儿子要找工作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特殊嘛 都是孩子要找工作比较麻烦 因为政府那边要他会安排 但是要等很久 因为后来前几年刚好又遇到疫情的问题 所以我就早上志环姐姐在帮忙 志环姐姐就介绍他们夫妻是供给我们的 然后是这样子认识的 今年的地瓜来说 其实平均在产地的批发价大概都涨7到8块左右了 所以目前其实地瓜的成本其实相对比较难压下来 加上木炭的成本其实随着也是上涨 那我们协会呢 现在目前呢 针对我们地瓜妈妈这些的原物料 全部都是由协会自行来吸收 那地瓜妈妈们他们的收入所得 就是依他们每天的营业额 来做他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分配来支配 那我们也谢谢各位社会大众的分分响应的支持 那我们台湾爱德摩亚福利协会 在辅导我们单亲妈妈 我们协会是没有在做公益募款的 那最近是很多民众有打电话来询问要捐款 那协会呢 仍是希望民众以购买力来支持我们的单亲妈妈 这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未来我们也会提供有相关地瓜土吃啊 这类烘焙的商品这样子 那让他们从中学习到另外一种技能 那以后就业的话就有比较多种 多种一样的形式 那也比较多可以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